因白色漩涡速度之快 仿佛一股股尖锐的锋刃一般 不时将一团团血色肉须卷入其中 呼呼几身过后便嚼得粉碎 化为一堆堆肉泥飞溅而出 但令血盘没有想到的是 手中尖锐所化的漩涡 最能克制这些从肉壁上弹射而出的肉须 但速度也只能与源源不断增长出的肉须 相差无几 对于突围而出 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 随着实现的推移和血水的侵蚀 原本犀利的银白色漩涡 比起之前也是渐渐的缩小起来 这鬼东西还真是难缠 可来只有动用师傅赐下的影跃绝了 银车青年望着身前沾染不少鲜血的银色巨龟傀儡 摇摇头的自语道 话音刚落 他突然挥手从腰间一扯 一枚晶莹剔透的晶莹玉佩便被其钻于手中 其眼中闪过一丝肉疼之色 接着单手轻轻一弹 一道清光向玉佩击射而去 扑的一声闷响 晶莹玉佩瞬间白光大放 一个乳白色符纹从玉佩表面浮现而出 在虚空中狂闪几下之后 猛然的炸裂而开 顿时一道道柔和的银色光下似射而开 一轮皎洁明月骤然浮现在了虚空当中 明月周围一圈圈银白色光云 彼不荡漾一般而出 周围树丈的范围内 无论是血色肉须还是肉壁 都在白色光云的笼罩下迅速的枯萎起来 明月越变越大 散发出的光云也是逐渐的充盈 并迅速的覆盖了银车青年所在的整个血色空间 但见四周肉壁上的血色肉须 已经枯萎蜷缩在肉壁之上 并不断的脱落下来 而血色肉壁也逐渐的干苦 变得几乎薄得只剩下一层皮一样 正在此时银车青年已排胸前 呼拉一声 机关站甲背后金光一闪后 三对胀许大的金色机关翅膀 在其身后一拧而出 便立刻一声嗡鸣的 开始飞快地煽动起来 六名在血色空间之中静坐 而在其周围 九名一般模样的绿衣童子 正口出一团团灰蒙蒙的慧眼 接力抵御着周围密密麻麻 弹尸而出的血色肉须 费尔 这次多亏你为我争取了不少时间呢 突然六名双目微微睁开 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主人 所有绿鱼童子 此时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但听闻六名对其的夸奖 其中一名仍然显得兴奋地回答道 先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吧 柳明一笑后 单手一排腰间养魂带 九名童子就齐刷刷的全都爆裂而开 化为雾气滚滚的凝聚一团后 就一卷的钻入皮带中 虽说费尔只是为了争取一点时间 但此时的柳明在连续吞服下三枚入品金元丹后 法力也同样恢复了一些 他收回费尔后 目光一朗 手中剑绝一凝 催动体内法力 源源不断地注入体内圆灵飞剑当中 伴随着一声轻鸣 金色小剑在其体内微微一颤后 便从其眉心处一飞而出 化作一道五六丈长长的金色剑红 在身旁一个盘旋后 就直接冲向了血色肉臂之上的某一点 扑的一声 剑红一闪地没入肉臂小半后 柳明手中发觉再次飞快地一变 呲呲声大响 一道道犀利的剑气从剑红之上分裂而出 化为一根根金丝 纵横交错不定 当即金芒闪动间 肉臂上血肉纵然坚韧无比 但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层层地飞速地脱离而下 不过十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肉臂上就木然形成了一个半丈大小的血色巨洞 但在周围血肉的疯狂蠕动天补下 竟始终未能彻底地冻穿肉臂而过 柳明碰的一声 身形一个模糊地消失在了原地 避开了抽打而至的树根肉蛆的攻击 下一刻 血色巨洞前 柳明人影一闪而出 伴随着一声低鹤 单臂的木然一粗 往前猛地一拳打出 一头黑色雾虎虚影 咆哮而出 并瞬间在剧洞中爆裂而开 瞬间滚滚的黑雾化作爆裂的气浪 一卷而开 轰轰的一声巨响 血色大洞光芒一闪 赫然被炸裂出一个数尺长的口子 柳明见众心中一喜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招徐红剑 当即提表金光大盛 就化为道刺目的金红的从裂口中一卷而出 顿出了被困之地 半空中金色剑光一脸 柳明身形一闪而现 并单手吃剑的 目光向四周飞溃的一扫而过 只见整个血色空间的地面上 并不以团团十余丈大小的血色肉茧 并如同活人的心脏一般不停的蠕动着 而在这些血茧的表面 仍有一根根肉须不停的缠绕而上 让血茧不停的变大 显然易见的是 随着时间的越长 此血茧也会越来越浑厚 其中被困于之人想要突破而出 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在十几帐外的地方 一只血茧如同一只别掉的气囊一般 瘫软在地上 并且大半残缺不全 在其上空 北斗阁的子发男子早已脱困 正手中挥舞着一柄晶莹的子刃 不停的展开四周源源不断出现的血色肉须 他看到柳明出现后 冷冷的扫了一眼过来 并移开了目光 继续的挥动手中子刃不停 就在这时 柳明附近破空声一响 四周虚空 同样有密密麻麻的血色肉须 缠绕而来 柳明冷哼一声 手中虚空剑只是一斗 当即一片片剑影狂卷而出 将所有靠近的肉须全都搅成了血雾 就在这时 柳明与子发男子中间处的一团异常巨大的血茧中 突然 一股让人悚然发抖的阴冷气息 冲天而起 柳明心中一领下 顿时低手望去 而子发男子同样一扫而去 目中一芒一闪 下一刻 学姐猛然一个杖缩后 突然轰轰的爆裂而开 一道道乳白色光芒 从中蹦射而出 接着 一轮狡结的银月 在光芒中一闪而出 并一个模糊后 现出了一名身着淡金色机关盔甲的人影 正挥动着背后的三对金翅 正是那天宫中的银车青年 只见其甲衣表面 遍布坑坑洼洼的血坑 显然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战斗 才得以脱身而出的 银车青年方一现身 目光一闪的 看到柳明和子发男子后 却不由得微微一正 还未等其再说些什么 学物萌萌的高空中 突然传出了一声 尖尖的女子声音 竟然那有三名画精小辈 冲破了血牢 看来中天大陆近年来 也算是人才济济了 何人在那里鬼鬼祟祟 此发男子文言脸色一寒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扬 手中晶圆的紫色短刃脱手而出 搜索一声过后 短刃迎风一掌的 化为了十几丈长的紫色长红 发出怪异的奸名后 朝高空中一卷而去 黑黑的一声冷笑 那边高空中顿时荡起了一阵涟漪 一屯黑雁木然的闪现而出 并一个模糊的撞上了紫色长红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 紫色长红与黑雁一同的溃洒而开 毫无光彩的紫色短刃 哀鸣一声的从高空跌落而下 此发男子眉少一挑 单手虚空一招 当即一股无形的犀利一卷而出 瞬间将短刃捏回到了手中 就在这时 三人的附近 原本狂舞的血色肉须 全都一凝地溃散开来 并化为了滚滚雪雾地 消失在了虚空中 六名心中大脸 将手中虚空剑一收 双目一眯地向高空凝望而去 银车青年也满脸惊疑地同样跳马儿子 轰的一声 天空中雪雾一阵翻滚后 突然左右一分 天空露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血色怪物身影 正目露熏光地望着下方的三人 发出诡异的怪笑 此怪物看起来比常人略高几分 大约丈许之高 头上一对持许长的尖角 泛着淡淡的红光 身后则是一对血蒙蒙的巨型肉翅 和一条足足有手臂粗壮的 漆上的骨尾 手中则拿着一根乌黑发亮的三叉戟 叉戟之上 一缕缕黑色气焰正飘忽不定 柳鸣目光从那团气焰上一扫而过 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差几之上 那黑色的气焰散发出丝丝气息 竟隐隐的与真魔之气有几分相似 就在这时 血色怪物身旁 一绿一灰两团雾气也骤然地浮现而出 萌萌的绿气散去后 隐喻地可见一名上半身黄山加深的美貌女子 看起来颇为小巧可人 然而下半身晶莹透明 肥瘦臃肿好似冰残 此时正单手眼嘴 笑隐隐地望着三人 那囤灰雾当中 一个由一节一节 增量的躯壳组成 张有不下数十对足解 仿佛巨大蜈蚣一般的巨虫 正摆动着两根粗大的前肢 一副张牙无爪的样子 巨虫身形丑陋 头颅上的面孔 却类似于人类 并一对獠牙不停地左右开合 时不时地流出 不知名的灰色液体来 柳鸣眼见新出现两个怪物的 猙獰模样 心中已惊 悄然地放出神石 一扫而出 果不其然 其精神力扫过三人之时 竟丝毫无法探知 对方三人的修为 就在这时 三人下方的另一团血茧之中 一阵猛响之声传来 血茧表面 骤然一道道荧光迸射而出 随即炸裂而开 一卷阴光一闪地 从中激射而出 光芒一脸之下 现出了一道人影 竟是罗天成 罗天成一见柳鸣三人 并没有来得及说话 只是用目光一扫 周围的情况 当即微微一正 都说你施展的血疗之术不行了 还死不承认 这下可好 竟然一下子 让四个人逃了出来 半人半残的黄山女子 瞥了一眼血色怪物 轻笑道 血色怪物也不言语 大口一张 向手中的三叉戟 吐出一团鲜血 原本漆黑的三叉戟身上 顿时一条血色灵纹 隐隐地闪动不停 在其上面勾勒出一个 古怪的雪虫图案 随后 血色怪物将三叉戟往上一举 喷的一声 三叉戟三个尖头上 顿时浮现出三团红彤彤的血色光团 并一闪之下 直接炸裂开来 满天血光一卷而开 刹那间 整个虚空中 血光大放 同时血肉大地 再一次的震颤起来 从中再次盘射出 一根根粗壮的肉须 直接像一团团血茧 飞扑而去 并如老树盘根一般 缠绕在其上 树臀血茧在肉须的加固之下 骤然又暴涨了一圈 并且表面红光大声 一根根更加粗大的血色肉须 在血茧之上 凝聚而出 并在狂舞不定 看起来比原先更加的猙獰恐怖 并再次将迎面而至的血色肉须 心术的剿灭 你是 血叉 子发男子一见血色怪物施法之后 在仔细地打量起数遍后 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下尸声出口 同时脸色也刷的一下 苍白了几分 呵呵呵 没想到在中天大陆这等小地方 又有人能够认得出我血叉族人 倒也真不容易 血色怪物 见有人叫出自己的来历 当即发出怪笑 似乎颇为的得意 这血叉是何物 看起来倒有不但清出其来历 还十分的忌惮 柳明眉头一皱后 直接问道 哼 何止是忌惮 若是眼前的怪物真是血叉 恐怕我们这一次 要凶多吉少了 子发男子文言 虽然脸色十分难看 但仍然飞快地回了一句 都到如此关头了 阁下何必再卖什么关子 快些把话说清楚吧 罗天成却哼了一声 不客气地说道 在下曾经获得阁主的准许 翻阅了一些阁中的学密资料 故而知道一些本界修士 根本不知道的资料 这血叉族人 其实并不是人界种族 而是来自一个 名叫做血海界的强大种族 一旦成年之后 起码也有 真丹境界以上的实力 并且该族之人 生性凶残好斗 族中又是强者灵力 甚至不乏一些 通玄境界的恐怖存在 远不是我们人界诸族可比的 子发男子脸色一沉 却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飞坏地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向周围几人讲述了一遍 结果听完此人的话语 罗天成倒吸了一口凉气 抬头再次望向了那只丑陋的血色怪物 脸上神色阴晴不定起来 柳鸣文言同样心中大脸 此发男子的脸色也一下子难看了几分 另一边的银车青年 却对罗天成的话语湿若不见 反而一直死死地看着那名 败人半残的妖艳女子 突然大声冲高坑问道 詹文 前辈可是上古传闻中的曲瑶 竟然还有人间小辈 能识得本作的来历 这还真是少见得很呢 看来我们曲瑶一族 当年入侵此界 留下了不少战绩 半人半残的女子文言 心是一愣 但马上笑脸盈盈地说道 并略在挑衅之意地 撇了身旁的雪叉一眼 曲瑶 不可能 这一次不用其他人询问什么 一文曲瑶之名 其他三人均都是在此脸色大变 目光刷的一下 又都落在了半女半残的怪物的身上 柳明震惊之语 脑海中飞快转了一遍 和曲瑶相关的资料 这才发现半空中的半人半残的女子 果然和传闻中 早就应该在人界灭绝的上谷凶兽 曲瑶 一模一样 按照上谷点击记载 上谷某大凶之日 数以百计的曲瑶凶兽 驾驭着陨星 从天而降 所落之处 不但让中天大陆各处 大地裂开 河流干枯 更让无数的生灵涂炭 要不是中天大陆上 诸族通贤大能 共同出手 斩杀干净 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相比雪叉 这个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异界种族 自然曲瑶的凶命 更让罗天成等人 悍然不已 若眼前这头曲瑶 真拥有传闻之中的恐怖神通 岂是他们区区几个化精存在 能够抵挡分毫的 感谢收听 摩天计